无论是针对性的柴油补贴措施 或是大学预科班政策 都引起了不少的争议 首相拿督斯里安华就感慨 每当落实新政策或措施 都会被人贴上负面标签 他担忧国内盛行仇恨政治 安华也承认 落实针对性补贴 严厉打探的措施不受欢迎 但是为了救国 团结政府绝不会轻易退缩的 面对种种批评 安华表示不在乎别人的说法 因为自己肩负着治国使命 首相兼财政部长安华 今天在部门长阅集会上 致此时感叹 国内政治氛围如今充满仇恨 无论政府推出什么样的政策 都会有不负责任的一方 为他扣上负面标签 不负面标签 安华还提到 自针对性柴油补贴政策落实以来 出现各种不满的声音 不过政府还是会站稳立场 勇于改革 只有这样才能拯救国家 他举例 数十年来柴油走私猖獗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部分补贴柴油不只没有汇集目标群体 还流入其他国家 因此有必要落实针对性补贴 确保国家收入不会被滥用 至于铲除贪腐方面 政府同样会采取强硬态度 包括不允许内阁部长插手任何招标计划 或是透过直接谈判 颁发工程合约 记得要看 我们会 difícil做 我们会看到 所掌裳的事情 我们会访问 我们会肯定在 身边突然认为 但是我们会认为 我们会知道 后面会认为 几年 呢 难道 我们会认为 然后是 我们会认为 他们会认为 安华随后补充说 国内还有一些基本问题还没解决 比如吉兰丹 槟城 吉打 霹雳和沙巴的供税 还有防洪措施都有待落实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